非常感谢李脸的邀请 那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就是大家都关心这件事情 这个失业率这么高 美国在进入这个recession 那房市到底会什么时候 这个崩盘 什么时候大家应该去朝底 这张图呢 差不多是反映了80年代 到今天的一个 失业率和房价的一个 变化 就是这个 我经常说的就是 股市是无法timing的 但是房市是可以timing的 他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通过失业率 通过经济好转的变化 你都可以判断出来 比如说这个 这里 这个房价上升 这里失业率下降 这里这个房价下降 失业率上升 这个几十年都是这样 比如说这里是一个 这个比较高的房价 那这里是一个比较低的 一个失业率 基本上是反过来的 但是他们时间会有一些错误 时间不见得是一对一的 比如说这是08年 大家熟悉的 是这个失业 以前都是失业导致房价下跌 那08年的时候呢 是因为房价下跌 这个次贷危机导致了失业 所以你看失业在这个后面 稍微滞后一些 那这个90年代 比如说一直到这个 到comburst 这个阶段 这阶段是我刚到美国不久 这阶段你可以看到 失业率在逐年下降 那这时候呢 房价在逐年上升 这个大概这个趋势是这样 所以我们用这个呢 可以判断 到底什么时候房价会跌 那我自己的判断就是 现在房价基本上是一个 持平的一个状态 甚至有些地方是在微涨 那之前我做过一期视频 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供应减少的太快 虽然需求也在减少 因为大家都在失业 或者很多人在观望 可是供应减少的更快一些 就是很多人这个时候 他局势不明朗 这个他不卖 那必须得有些人被迫拿出来卖 就是这个我们叫distressed 这个property 就是他被迫卖的时候 那房价才会下来 被迫卖什么呢 就是deliquancy 就是这个mortgage 90天 这个不付mortgage 引起的deliquancy 这个对房价是最直接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看08年的时候 08年的时候 这个09年的deliquancy 达到最高峰 大概是9%的样子 那之后呢 这个deliquancy是一路下降 那么房价呢 基本上 在我的观察 房价 当然我对加拿大的情况不清楚 对加州而言 差不多10年到11年 这个阶段是房价的最低点 那之后是一路派人生 那现在的这个新冠疫情来之前呢 是一个百分点 这个deliquancy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没有什么 这个 这个property under stress 这个for file sale 这种比较少 所以没有forclosure 没有shall sale 可是现在呢 渐渐会出来 为什么会出来呢 我看的最大的原因 是forbearance 这个可能 我不知道加拿大 有没有这样的政策 但美国现在 这个forbearance 用的比较普遍 就是大家失业率这么高 这个有3000多万人 没有job 那么他们的房贷怎么办呢 政府出台一个计划 就是之前的这个救助计划 从4月1号 大部分从4月1号开始的 比如说你有1000块钱的 Markage 4月1号要付的 那这个时候你去申请 找银行申请一下 银行呢 一般现在是给三个月的 这个forbearance 我自己也申请 也没有问题 这个基本上什么问题 也没有问 就给你 这个forbearance 这个到底会延长多久 大家不是很sure 反正第一个阶段 大家都知道三个月的 大家手上都拿得到 那么现在呢 可能会到180天 这个也有人认为 这个extended 到再加180天 就是整个是360天 就是一年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这个forbearance 延的时间越长 这个delequency会越高 我们来看一下 forbearance 大概的 这个影响有多大 就是这个比例有多高 这是从三月份到现在的 forbearance的 这个申请的比例 那现在大概是 8%的样子 这个forbearance里面 我们不知道 有多少人会 最终deliquent 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 比较高的比例 可能50% 那也有人说是更高 80%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个部分 这个如果这些房子 推到市场上的话 就会导致一些stressed sell 当然也有好消息 就是forbearance的这个增长趋势 渐渐趋稳 这是每个月的这个图 这是最近从三月份开始 这是到最近这一期 这个大家把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的这个值画出来 你可以看到这条曲线的渐渐趋缓 那么这是全部的这个forbearance的 这个房子 那这个forbearance有两部分 一个是这个non-depository的 还有depository institute depository institute就是我们传统的银行 可以收储蓄的银行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Bank of America 或者是这个Wells Fargo 这个Wern Buffett 这个投资的这个银行 这些他们的deliquency rate 可能会更高一些 就是他们forbearance的比例更高一些 就是因为这个是传统的银行 这个很多人在里面这个存钱 所以他接受的可能都是一些 有相当一部分是这个收入 不是那么高的人 那这个呢是打爆的 这种是institute investor 比如说是pension fund也好 或者就是专门做loan的这些agency也好 他们这个risk可能控制的稍微好一些 所以他们的这个比例稍微低一些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美国因为这些原因 会有新的一轮类似次贷危机一样的 房贷的影响的话 从这上头你可以看到 应该是传统的银行可能会最先受到影响 看到这个delinquency rate 怎么来帮助我们去判断市场的底部呢 我们去看一看这个历史 就是不见得delinquency rate最高的时候 就是房价最低的时候 它稍微有一些这个时差 另外我们想知道这个时间长度到底有多少 你看这是08年的危机的时候 08年的危机 这个在危机之前 这是2007年的时候 这个delinquency rate只有2.1% 我们现在状态比 这次新冠疫情之前比2.1%还要低 只有1% 那现在这个数据 08年之后开始上升 那么从这个07年底 上升到3.1% 到最高的时候到11.5% 这个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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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房价 你可以看到 这个delinquency 这个最高的时候 不见得是房价最低的时候 这个前头有一个低点 后面有一些缓和之后 这里还有一个低点 我倾向于你们去 如果你去捕捉的话 捕捉这一个点 这个点恐怕很难 这一点就是 一般是在delinquency之后 要之后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 就是回到我们 之前的这张图 就是这个是 这个delinquency最高的时候 把它过一阵子 到这个的时候 可能是房价最低的时候 因为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 从一个房子 这个银行宣布 它付出mortgage 到真正的到市场上去 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通过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 当然这个历史不见得 这次就去重复 因为这次可能最终 不会演化成次贷危机 那么严重的这个现象 但是这个就是 让我们有些数据能够关注 如果你们想关注的 一个重要的指标 就是看这个银行的坏账率 就是房贷的坏账率 房贷账率 一般每个月 甚至每个星期 都会公布出来 如果是还在上升的通道 那你就什么都不要做 如果发现这个到了最高点 开始渐渐进入下降的通道了 那时候你去准备好钱 然后去买房子 那刚才是一个全国的指数 那我们自己又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区 那你很快可能就会问 那比如说我是加拿大的指数 我生活在温哥华 那是怎么样呢 如果我是 比如说我是在Bay Area湾区的 那我跟全国这个房地产不一样呀 我是不是这个timing 可以参考这些指标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08年的时候 08年的时候 可以说基本上全国和 这个整个旧金山湾区 这个时间点基本上是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market peak 这个这条线是 这个美国全国的 这条线是旧金山湾区的 他们的peak的时间是一样的 下跌的时间也是一样的 甚至最低点出现的时间 都是一样的 时间上一样 那什么东西不一样呢 是他们的幅度不一样 比如说旧金山湾区反弹之后 你可以看到房价涨得非常的快 要比全国的平均水平要涨得快 这也是可以理解 这是为什么 当然现在金山湾区的房价 比全国要高很多 但是他们的时间点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给大家作为参考 还有就是房子 如果买不同的房子 那我在一个地区 比如在温哥华 我应该买温哥华贵的房子呢 还是便宜的房子 除了这个时间的这个判断 到底是便宜的房子 比如说一个50万的房子 这个涨的百分比高呢 还是100万200万 甚至300万房子涨得更高呢 我应该买一个300万的房子 还是买6个这个50万的房子呢 这个我们来看一看上一轮这个危机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你可以看无论是哪一类的房子 这个是列了三类房 一类是这个low price tier home 一个是medium这个price tier home 一个是high price tier home 就是这个三档 但是他们的base价格呢 都是按照2000年的base value 作为100 我们看他们的这个幅度是怎么样 首先就是他们的时间点 其实非常的接近 就是大家要涨一起涨 要跌一起跌 还有over time 他们的这个涨价幅度 也是挺接近的 可是在这个market peak的时候 比如说这时候market peak 你可以看到这个穷人的房子 涨得快 在market陷入这个recession和decline的时候 穷人的房子跌得也最狠 可是这个market recovery之后 穷人的房子涨得也最高 所以就是这个便宜的房子 总的来说跌幅最大 涨幅也高 它就是震荡的幅度更大一些 但是越是贵的房子 相对来说越稳一些 比如说这个绿颜色的是贵的房子 那么这个涨的时候呢 也没有涨多少 跌的时候呢 这个也相对缓和一些 然后market附输的时候 再涨的时候 它也不涨那么多 所以根据这个来判断 如果你撇开其他因素 纯粹为了投资而言的话 你应该是尽量买便宜的房子 因为他们的这个涨幅更大 当然便宜房子要买很多 然后你可能打理不过来 你有时间成本的限制 那是另外一件事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股市和房价的关系 那根据过去历史呢 可不可以判断 因为股市这个我们每天都能看到 刚才说的这些 这个坏账率啊 delinquency rate 你要去专门去这个查 当然我建议大家直接去看那个 股市呢 也能看出一些谜断来 比如说这是08年的时候 这是08年这个危机的时候 红颜色的是股市 那股市价格在下跌 你可以看到股市价格反弹之后 这个房地产依然在下跌 就是我这个书里也强调的 我自己也反复说的 就股市是未来实体经济的晴雨表 它会领先于实体经济 那这个房市呢 是之后于实体经济 因为人们需要钱 找到工作之后 也不是第二天就可以买房子 需要把攒到一定的这个头款 之后才能去买房子 所以这个市场触底之后 上涨了很长一段时间 你可以看到这里 触底是09年的 我印象是09年的3月份 一直到这个12年到这里 对不起 是11年的这个年底 差不多用了两年的时间 涨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这个时候房市才真正的这个到底 就是因为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滞后关系 用这个呢 你也可以大概判断 就是我们未来 如果股市渐渐走出 甚至我感觉是到了新高的这个 甚至到了接近新高的时候吧 可能这个房市才 这一轮的房市调整 才能够真正的这个到底 当然这个关系呢 我们用投资房 可以用去理解这些规律 因为投资房不是刚需 如果是你的自主房 你不要去堵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这么说 你可以看前一轮这个危机 这个2000年的时候 2000年的时候股市下跌 股市下跌之后 按理说我们传统的这个经验 都认为这个房价也应该下跌 这个失业率上升 这个911之后 但是房价没有下跌 房价反而一直在上涨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Greenspan去减息了 如果大家还记得这段事情的话 他就是这个当天就减了0.5个百分点 然后之后就一路减息 之前这个美国利息是 6% 7% 这个贷款利息 被他这个降到2% 这个过程中 其实催生了这个房地产的泡沫 这个没有发生这个房价的翻转 我说这件事情就是 这个大概这个规律从道理上是这样的 可是不见得每次都准 所以你们也要根据形式判断的走 方 事情 这个自主房是刚需 你赌错了 你最后就必须得去买 投资房不是 因为你机会错过没有什么 我现金在手上 这个机会总是比现金多 这个 只要我们绝对看准的时候 再去触及 这个看得不是很清楚 甚至错过 不用害怕 不用担心 这个市场投资的机会多的是